一位您切换路线 红绿灯处有的窗红灯拍照 其实你只要跟他讲简单的程序 还是怎么后来怎么跳出来 前面过程都不是很正样 最重要的就是 他是在什么情况下 他就跳出去了 就出了 你这这里干嘛 这里不够 50米后要走 新路线途经引盘路隧道 别说我都看 他扯得了 应该是别的 实际行行 我是后来拉司机 可以拉司机 上述 所以开机 所以不开机 是的 这个必须 我要求开机 我叫了10分申请材料 为什么一定要开机 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的真相 说给大家亲身 来让大家实事求是的 来评判这个事情 经理上怎么说呢 不管怎么样 这个人是在我车上面跳下去 多多少少还是有点那个 不那个也说不过去不 是不是 人之常情来说 还是有点 有点错或者怎么样子 这是我最大的愧疚 这是我进去的也是 最大的那个就是对不起我的家人 2021年2月6日晚 租住在天一美亭的车沙沙 准备搬家 呼拉拉司机周扬春 接到了他的订单 在路上 车沙沙发现 司机周扬春选择的道路 与自己手机导航显示的路线不同 于是提醒周扬春偏航 但周扬春并未对偏航一事做过多解释 车辆在驶过一段约200米的黑暗路段 车沙沙第四次提醒周扬春偏航 之后从货车副驾坠车身亡 我根本就不了解这个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看见 因为故事我是怎么样理解的 比如说他确实是坐在我车上面跳下去 他自己跳的这种行为就是说 虽然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也有一个阶级的关系 一个奔级的教练 一个学员去奔级 那个教练如果跟你刷绳子的时候 如果那个绳子他没有刷紧 你跳下去了 那就是故事 如果这个绳子还没有开始刷 他就自己跳下去了 那就不属于故事 打电话以后 等于我到了这里等了几分钟他再下来 他上去了我就坐在车上面等他 然后六六四四应该也是搬了十多趟 我差不多到十分钟我就提醒了他 我说我们超过四十分钟是要另外收费的 因为按照频道的标准就是五块钱 十分钟 那你有推他吗 我就问他还要多久 我就说推他了 然后他就很快就搬了最后几趟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好了可以走了 我就问他可以走了不他就说可以了 出发的时候应该是九点十多分吧 说了一句累死了嘛 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不早点把东西搬下来嘛 或者交个人一起搬嘛是不是 然后他就说我要八点钟才下班嘛 然后走回来还要一下子嘛 然后差不多到前面了快到那个夏娃能路了 我就问了他那句你怎么没叫男朋友 他就说男朋友回家了嘛 然后他说我要自己更生嘛 就说这一句话嘛 那个时候已经那么晚了嘛 我就想这两个人搬配快一点嘛 他第一句他第一句平行我听到了 然后第二句他就说了一句平行 然后第二句他就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 就说了一句说我就恢复了他嘛 我就说这里样的可以去我也不费多少你的钱 原话就是这样说的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不像弟弟更生肉肉费多少钱嘛 然后我为了你这三十块钱搞了这么久 然后最后说这个为了你这三十块钱搞的这么久 这个时候的可能语气的比较快一点 然后这里就是那个曲约路嘛就是 当时那个路上跟现在也人多吗 对对对 当时也是这个样子嘛 上了这条路大概五十米左右了 他就说了一句平行了 当时我在捐具的开车也没有 这是第三次说吧 对对对第三次就是这么短的距离嘛 然后到那个最后面他就说了一句 十五米平行了 然后最后就直接跳下去了 在一审的判决中判定你有四个过错行为 嗯 第一个说是您偏航 偏航的话怎么说呢 这个我也没开导航是不是 这个整个导航是他自己在开那个导航 是根据他的导航的偏航了 我走这边呢就是我只是选择一下快的路熟的路 因为我就居在那个附近 我老婆也在这个附近这个跟厂里面上班 我每天都会走这里去接他 我觉得直到这都是很近 就是说很节省时间的这一种 然后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搞完这个单嘛 是不是 然后回来嘛 因为当时也快过年了嘛 也比较晚了嘛 第二天我也五点多天也起转嘛 那他在跳之前不是说了停车 那你有没有理睬他 他跳之前说的那句话 确实是我是猜想到停车 我是没听清楚那句话 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对他说了一句话我没听清楚 我是猜想他说了一句话是应该是要停车 我当时第一次就是没有反应 我认为也就是很正常嘛 然后第二次我就反应他嘛 我就走这里一样都可以去啊 我也不会多收你的钱啊 然后我说完这几句话以后 他当时就看了一下手机嘛 然后他当时就反应到了 不好意思嘛 是不是 然后我认为他就已经接受了 我走这边可以去嘛 是不是 然后我就直接走这里就要走嘛 然后他后来也提取了平衡嘛 然后再接着又提取了一次平衡 然后直接就跳车了嘛 就是一瞬间嘛 是不是 当时他仍是在那个位置 这个续阴阴阴刚好有点亮 有点阴的这个地方 当时他不是手在瞪 他是那个 那个也粗瞪了 就是这种打瞪的那种感觉了 然后头上是出了鞋 你想想我不会害怕嘛 我当时站这里发抖 我又能又有那个 我当时站在这里呢 我还怕车传过来 他人倒在那里 我一直站在那里等120的 我一直站在那里 这是发抖的我全身 我很紧张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先打120再说嘛 等那个120司机给我打了电话 我就问了他 司机你要不要报警了 他说你要报警 晚上我就打了邀请 第四个过速行为是说 您没有做出有效的措施 来避免车杀坠车 我当时是轻点刹车 打开宣赏 但是就是在跳车的一瞬间 我就准备踩刹车 就是这一瞬间他就跳下去了 等他跳下去 我再去踩急刹 就是这样子 等于说我还没来得及 没来得及踩那个刹车 他就已经跳下去了 然后等他跳下去 我再踩的急刹 就是这样子 那就是他踩下去的时候 然后那个刹车的板 是已经踩下去了吗 就是踩这个过程 就是这一两秒钟 这两三秒钟 他就跳下去了 之前有法庭模拟说 如果你这时候 采取紧急的刹车制动措施 是可以避免他的死亡 可以避免 我这个东西 我不好怎么解释 因为这只是一瞬间 然后我也需要 一个思考的那个时间 那你对二审的想法是什么 有什么诉求 我认为是无罪的 他那个跳车寻取一个意外 就是说 一审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的辩护 就是说 随便简简单的 这几句话就完事了 后来我就看了那个判决须 然后一审最证的判决认为 我曾在过时的 也有一下几点 就是说第一件事 没有提醒他 寄安全代码 然后没有按照那个推荐的 导航限度行事 判决须上面写了很多点 然后在那么短的距离的 我怎么能够遇见到那么多四几年 神都遇见不到 说实话 这是我认为 我这个意见是很充分的 他一回来我就跟他说 你应该把这个事情 一无一失的跟我家里有个交代 你当时觉得最严重会 是怎样 赔钱 那我真的 我再看看是 我认为肯定是赔钱的问题 坐牢这个事情 我想都没有想 名誉很重要 对任何一个人都很重要 做错了 就受到查理的惩罚 没错 我们肯定是要纠正的 2月8号 那个民警告诉我 都很清楚 对方人已经醒来了 也没事了 然后2月刚好是2月10号 那一天 民警告诉我 对方人已经死了 但是我就感到很惊奇 女儿是什么时候知道爸爸坐牢去了 他当天就知道了 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就才那时候12岁的美妈 11岁多 性格还是多少有一些了 比以前要沉默一些 以前的话至少回来也会 因为 他不嫌 我们在哪里 他自己去了 我跟老师搬去 都打了个招呼 就一出来这个事 我就跟他说了 我也跟孩子也说了一下 我说 如果学校里面是女人的 什么的 你就不要去跟别人去起尘土 我老公发生这个事情 6年级今天 6年级这一期成绩 其实明显的下降了 我来吃 妈妈 要干嘛 要干嘛 妈妈 要不好 听不听干嘛 妈妈 要干嘛 妈 要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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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话 我孩子可以多陪他 多教他 现在我等于是我老公 这几个月我小仔 一直都没在我身边待过 我已经没办法 我不能把他带在身边 明白 甚至连续在我 我的三岁了 我也没去上一院 我准备下学期 看过二年这里 能不能那个 完全不了吧 好 我拍酒 那里有茶 嗯 那里有茶 你有尝试过去联系 测试他的家人吗 他们那边的话 我只有尝试过 跟更安机关说过 跟检察院也说过 包括历史那边也说过 说什么 想跟他们进行就是说沟通嘛 你也是一个独生女人 同时你又是个女儿的母亲 对 你能够体会到她爸妈那种心情吗 那我可以 我可以体会得到 很惋惜 很心疼 嗯 我能够体会得到 那我也只能够说 对不起啊 还能说 说什么呢 我也无法口说了 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就我也被关了这么久 我也受到了干预的惩罚 希望他们能原谅我 如果车沙沙的父母联系你 然后说想要知道 车沙沙去世钱的情况 你会跟他们说吗 那可以啊 那可以啊 我会告诉他 我会很前细地告诉他 然后我还会跟他传续 我绝对没有对他做任何 不轨不内容的行为 这个我会跟他说得很清楚 所以他举动找我 但是我不会去举动找他 就这样的 我是8点 他8点的话我就要早一点点回去 对 他的话是8点半 但是我一般是提前 8点7点40把他伸到他门口面 然后我赶到那里 我那里刚好8点 我记者问我 还不会跑后了啦 然后我就那肯定不会跑后了啦 我这个心里面也都有因应的嘛 因为我是犯罪分子嘛 然后也很多人说我老婆是犯罪分子家属嘛 你很想为你老婆摘掉这个帽子 嗯对对对对 确实 然后也还考虑自己的小孩 因为自己的小孩以后还要生活 到时候不再去想后面的事嘛 先等这个案子结束了吧 明白 我说不说要他回来 我对他给他回来 我了解